- 哈喽各位好朋友大家再次来到我们频道 我们今天频道有一个重大的更新 就是我们要开始刷漆了 就是墙漆和顶漆 ceiling漆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去油漆店 就是这一家油漆店 把我们所有要用的东西都买全了 当然之前我看了那个YouTube的视频 学了蛮多东西 但是今天这期视频特别要感谢一位叫Julian的观众 他就那个前两天发邮件给我 告诉我要准备所有东西 准备哪些东西 然后特别的细致还告诉我们 那个要怎么分工 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把所有的刷漆的细节都以图片 然后画图的形式告诉我们 真的是特别热心 因为他是个小白 然后我也不知道干不干跟着他这样一块 对呀 这会有大神帮我们 对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墙漆刷不好 它就容易剥落 所以这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所以我一直很犹豫这件事 但是就是有神助攻 对呀 因为朱恋这两天帮助了我们很多 然后我还和他说 那个要不要在视频中帮他宣传一下 但是他说他现在活特别多 我就是已经忙不过来那种 所以说我知道朱恋你肯定在看视频 在这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我们能把我们家装扮得更漂亮的话 绝对有你的一份功劳 OK 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自己先去油漆店 然后一张一张拍照给我们发过来 告诉我们要买什么 真的是特别的细心 我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买了些什么 对 首先刷油漆 要买油漆 油漆的话分为 那个C-Link的漆和墙漆还不一样 这个是专门刷顶棚的 然后这个墙漆 是我们选择的是 多乐视的Wosh and Aware 就是他这款漆的好处就是非常的 怎么说抗污性比较强吧 脏了你可以拿湿的抹布直接擦掉就OK了 然后颜色呢 颜色选择了白色 但是这个白色也不是纯白 是那种 它这个颜色叫Black White 叫Black White 叫黑白 但是刷出来也是白色 对就是白色 有一点点灰白的感觉 但是就是没那么特别的白了 刺眼的白了 也没有那么暗 然后他们说90%的家庭都选择这个白色了 我们相信专家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两款漆 然后这款漆是科技的二代 然后出名的原因就是好处就是味道特别的小 对健康基本是没什么影响的 所以说这就是选择两款漆 然后因为我们家屋顶比较高 选择了个大延长杆 特别少 刷子选择这种斜刷 然后宽度是50mm 50毫米宽的刷子 然后就这么刷就OK了 刷角落和鸡脚线的刷子 然后这个是这270毫米 然后至于刷头的话 它朱莲为我们介绍了两款 一款是8毫米厚的 然后这一款是10毫米厚的 8毫米厚的是刷墙面的 会让墙面特别的光滑 然后这个10毫米厚的是刷顶旁的 就分两款 然后这一款就是把墙上的灰擦灰的 然后这个叫Dust Brush 扫灰的 质量好好 我就真的挺犹豫 因为我说墙要不要就先打磨 你知道吧 因为墙基本没有破续 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先打磨 因为我觉得打磨会是个大工程 然后他就不用打磨 因为我们的墙 它之前刷过漆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纠结 什么时候刷底漆 什么时候不用刷底漆 之前我们刷栏杆是因为 它之前没有刷过漆 我们是第一次刷漆 所以要打磨 然后加底漆 再加油漆 但是像这种墙 它之前已经刷过一遍油漆了 我们就直接那种不平的地方轻微打磨一下 然后大部分 对漆或者起皮的地方打磨一下 剩下的地方都不用打磨 直接把灰扫掉就可以刷新漆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和这个是组合一起的 这个是比如说有的地方起皮 有坑就拿填坑的 填坑就矮一点 一抹平就OK 这个小刷子和小刷头是刷角落的 然后这个长度我们选择的是110毫米长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边角线 masking tape的感觉 然后还有两个防护壶 还有口罩 刷漆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准备工作 在刷漆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不想沾到油漆的地方拆掉 比如说这种柜子或者是窗帘 然后把拆不掉的地方 用masking tape彻底的给保护住 然后大家看这种开关插座 大家不想粘漆的也要给它拆下来 然后用胶带粘住 然后下一步就是对自己的保护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穿大家完全不在乎的特别旧的衣服 或者是换上防护服 下一步我们就要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给墙 因为我们的墙上有比较多的那个洞 或者是缝 这个东西就是填缝或者填洞的那个 像车的逆子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就叫fuel了 然后我们买的一个东西是速干的 小的洞它写的15分钟就干 15分钟之后打磨一下 就可以OK了 然后这个东西长这个样子 我们就抠一点 大家可以找塑料袋 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塑料布 放到里面 然后这么 缠上 然后给它缠好之后呢 扎一个小洞 用多少 就往外挤 然后这一点就正好可以抹到缝里面 大家看就比如这种洞 就可以挤一点 然后 粘上 但是这种一定要 它这个洞一定要我们要往里使劲的挤 然后大家记住这个洞 一定要把这个fuel了往里使劲的挤 多挤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在干的时候 如果挤的不够亮的话 它就会再缩进去 又变成一个洞 大家看这种只是不平 没有钉字眼的话 大家就可以用这个 东西 然后蘸这个fuel了往上 这个就不用抹太多 抹平就OK了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再打磨 对了忘了和大家说 这个窗框 正常这个窗框和窗户也要拿那个 胶带给粘上 以防它在刷顶房的时候 它漆滴下来滴到上面 但是呢 我们马上二月份就要换窗户 换双层玻璃 而且换双层玻璃的时候 不光要玻璃换 它这个窗框要一起从这 咔掉 整个这一块都要换掉 所以说我们就 也不用弄它了 然后就是地上要铺上这种 防低贱的这种布 然后呢 就是保护措施 来一面 感觉 感觉我们两个像不像那个 Breaking Bad 就是绝命毒师 那里面制毒 感觉我们俩刷漆来说有点 有点过了 但是 更安全一点总是没错 然后经过15到20分钟之后 这个是彻底的干掉了 彻底干掉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打磨 打磨平就OK了 其实磨到这种手 然后你看的是有色差的嘛 但是你拿手摸 感觉不到有坑啊 有棱啊 那种感觉就OK了 因为在刷一片漆的话 它就把所有的地方全给盖住 真的是准备工作是最重要 准备工作做好了 后面的成果才会好 大家看 惊惊悅悅悅的面 好玩吗 过了妈呀 然后打磨完之后呢 我们要完成就是刷期前的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除灰 现在整个前面都已经被我们修整的 差不多了 就已经非常的平整了 嗯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打磨出来的灰 全部清理掉了 就用到这个东西 还有个刷子 这个东西上面是那个有点像 有点硬的 呃 泡沫的感觉 然后除灰呢 还有个这个东西 刷子 刷子这个是专门除灰的刷子 真的是 适量超级的爽 然后 也好柔 还没用的新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呢 是清理大面的灰 然后把所有的灰全打到地上 然后这个呢 是刷那个地脚线 踢脚线的灰 然后我们除完灰之后呢 要用吸尘剂把灰吸掉 要不然等一下我们刷漆走路的话 灰又会 又会飘起来 飘到粘到墙上 好 下面的步骤 我们就要开始刷漆了 刷漆要从顶棚往开始刷 刷顶棚我们要用的工具就是 但是小骨轮小骨轮是刷那个边角的 因为大骨轮实在是碰不到那个边角嘛 然后大骨轮的话 我们买了两个 一个是8毫米的 一个是10毫米的 然后刷顶棚呢 我们用的用10毫米的 因为顶棚距离我们比较远 所以说10毫米就OK 它这个8毫米和10毫米 它这个数量 它这个越薄 就是越少的话 数字越少的话 它越薄 然后它刷出来的墙面就越光滑 越平整 但相对来说呢 它吸收的那个漆就越少 所以说你要经常的占漆 就比较麻烦 但是顶棚的话 距离我们比较远 看不太 谁也不会就是盯着顶棚看 所以说我们就用10毫米的 就OK了 一会刷墙的时候用8毫米的 行吗 可以 行 可以说 可以 然后我们的分工呢 是米娅拿小果轮滚边角 然后我拿大果轮滚大面 然后大家在刷的时候 那个角 边角线一定要多用油漆 因为边角线就特别吃油漆 然后大家用过的这个小果轮呢 就拿这个塑料袋给它裹盐似的 它就漆就不会干 然后下一次还可以继续用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要用大果轮开始滚 大面积的大面积的漆了 那样拿小刷子在口边 夏天刷漆的好处就是干的特别的快 然后这个是邻居家的花 涨过来篱笆这边了 还蛮漂亮的 所以就 软了 然后我们后面呢就是 这边呢就是灯笼花 那个窝飞桶 然后这是 这个是蕨类植物 这果轮我们第一次用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就是浸透这个漆 因为它第一次用 虽然外面占漆了 但里面还是干的嘛 所以第一次一定要把它浸透漆 然后我们浸透漆之后呢 要离边角远一点 要先从中间这 这个地方上齐 上好久 然后再往两边 然后再往两边扩散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篷已经刷完了 现在要刷墙 刷墙的话就要用 换一个轮 然后大家看这刷的逆子这种 只要一涂上漆之后 就完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大家看这把这个角落都漆上了 应该能看出它射差的 这和这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这个墙漆 比那个顶漆 就是粘稠了很多 然后当然一样 它占很多的漆 它这个 涂墙的时候和涂顶是一样的 分区块 分 比如说 先 分这一块 比如说分这一块 这一块 涂完之后 再涂 也是要占很多的漆 然后 往中间 不要往从边缘开始往 不要从边缘 要往中间 要从中间往边缘 就是从中间 往边缘 这是第二块 你在涂一块一块的时候 就不用特别的注意 平不平 就要把所有的漆 全 它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漆 漆漆全涂到 OK 这样两块漆涂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把两块漆 合起来 就是从上到下 像涂刚才叫大家涂顶簧一样 要给它涂的匀一点 然后从上面 然后从上面到下面 然后这样以此类推 所以一整面墙就非常的平满 然后中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漆给它盖住 要不然里面就会干掉 等一下我们要再上第二层 虽然说穿了防护服 但是整个手也是全是漆 这小屋就是我们的一个试验 等试验成功之后我们会先把大厅给刷漆 刷完漆之后换地板 等着漆后沙发一进来就豁然一些了 大家看我们下面铺的是这个东西 是专门接漆的 就是防止漆滴落到那个地毯上 还蛮好动的 然后之后直接把它一清掉 大家看面啊 这是我们另外一间房子没有刷过漆的 这大家看就是比较暗比较黄 有粉 比较粉 不是黄的 这种屋房整体发粉 不是发红 不是发黄 是发粉 你看它那个什么颜色都发粉 走看看我们新刷的房子 应该看比较明显吧 从这看明显 从这看就是有点发粉是吧 反正就是感觉不太亮的 走看看我们新刷完的房子 我们新刷完的是这个屋 就一进来就感觉 哇 豁然开了 在这儿 这是走廊的之前的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完全是两个 这就是哇 brand new 新的一样 真的漆一刷 然后这个地毯 还和那个旧的地毯不一样 那应该是之前房主这个屋单独新铺了地毯 嗯 这个颜色其实还可以 就这个颜色啊 嗯 就是特别不嫌脏 不嫌脏 就是你身上的白血 什么掉下来之后呢 也还可以 然后又是 那以后的其他的房间 你也换成这个颜色 没有 就是当然这个颜色 就觉得很容易打理 你知道吧 嗯 真的感觉这个墙漆一刷完之后 就整个屋子就豢然一些的感觉 差别还是蛮大的 嗯 反正今天对我们的成果非常满意 嗯 辛苦了 大家看我手上已经洗了一点了 然后脚又没穿袜子 但是这个是水性油漆啦 都可以洗掉的 然后大家看这个洗桶 都可以洗干净 就之前我们刷漆的 就洗干净了 就晾在这里 等晾干了之后 明天可以继续用 然后明天呢 我们的任务就是 我已经把东西放在这儿 两桶漆 一桶是 那个屋顶的 一桶是墙壁的 两桶漆 然后那个保护的那个布也放在那 所以明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厅 客厅给刷出来 就整个客厅 明天的话就会豁然一新 厨房的话 看看明天的时间吧 如果可以的话 就整个厨房 这个小饭厅 然后再加这个会客厅全部刷出来 Hello guys 我们今天的任务算是完美的完成了 反正我感觉比和期望差不多吧 就是那种屋子豁然一新的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亮亮的 亮亮的 是感觉整个屋子新起来了 对 然后呢就是 嗯 对我明天开始要刷客厅了 对我明天就开始刷客厅 对刷完客厅之后呢 我们可能暂时如果没有时间 我们可能会先把地板 这边地板给铺了 对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家 我们沙发会很快进来 所以说就怕就是有麻烦 所以说我们先会铺地板 对 就是刷整个把客厅全给翻新出来 对了我们刷漆刷这么成功 也要归功于在奥克兰的住链 真的是在它的帮助下 我们能够找到这么专业的工具 然后它告诉我们怎么专业的工具 办法来进行刷漆 就避免我们走弯路 对 避免我们馋了从现在刷 对对 然后保证了我们一次就成功 然后可能以后就 在奥克兰有一个传说 就祝恋师傅是刷漆非常久的 然后OK那么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期视频 明天就是2017年的1月1号 2017年 对2019年的1月1号 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元旦快乐 然后大家在元旦放假的时候 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好地看看我们的视频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羊羊 记得了观看正能量 我们明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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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